姑娘啊 人家家酿这酒吧 可能就这味儿 咱不适应 爸 不适应 咱就别喝了 那哪能不喝呀 你说这小张大老远把酒拿过来了 我这扑一下子就不喝了 他也太不给人面子了 人家回去跟他爸一说 人家咋看咱呢 那 还喝呀 得喝呀 不过呢 咱就喝一杯 一子下得了 行 小张啊 刚才 我不适应了 听你的先抿一口好 现在我适应了 我呢 就再让你看一次 我喝酒真正的风采 来 说 咱还是少喝点了 小张说的对 这酒这么珍贵 咱得省着点喝 是是是 我给你一半呗 说说说 我这也不能喝呀 我爸要跟你喝酒 你怎么还没那么激进呢 赶紧的 快点 说 我敬你 就当软化血管了 你爸厉害呀 你爸有能力 这酒酱太好喝了 这酒酱太好喝了 这酒酱有力啊 你喝吧 咋的了 想吃饺子 大姑娘回来啦 妈你回来啦 这不是啥事啊 你爸妥协了 说啥呢 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男朋友张猛 阿姨好 妈你干啥去了 这不直到你俩回来了吗 妈特意啊 去买了点你爱吃的水果 山楂里子还有山楂 妈呀 那快走了快拿回去吧 我爸撒的了呀 有点喝多了 还没缓过来呢 喝多少喝多了 半杯 半杯 我这妈老头子 你可真完蛋的 你年轻时候的能耐呢 纸帽写来 你要是这么说 我再挺半杯 你们这喝的是啥呀 这个是小张他爸自己酿的烏梅酒 哎呀孩子 那这样啊 阿姨我刚回来 我也提一杯啊 来孩子欢迎你 老伴你听我的 你先米一口 说啥呢 我们这孩子第一次上门 不得让人感受到 咱家里的热情啊 对不对 孩子我刚了啊 妈 你这有我爸喝酒的风采 这主打这么酥 这不是醋吗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这是小张他爸自己酿的烏梅酒 那国酒不就这味儿吗 这也太难喝了 说啥呢 那长相没见过事件 给姑娘掉价呢 咱还是憋喝了 你以为我愿意喝呀 我这不也挺着呢吗 那个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 你喝一杯 好办法呀 孩子 你刚才有点没适应 现在一适应了 适应了 这样 我跟你熟一起敬一杯 哎 哎 小爸 有最多还能喝半杯 爸 喝不了就别喝了呗 成他能干啥呀 那半杯那么多 我能喝下去吗 对 能喝下去吗 姑娘你要是这么说话 那我必须买 咱倒立不倒架 对不对 完了 不过我有个提议 咱们呢 就杯中酒 啊 喝完这杯 咱就收杯 只喝水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 为了这个水中贵族百岁山 咱们干一个 哈哈 妈�� 这 historic 咱们 哈哈哈哈 咱们干一个 咱们 Thought 好